上个视频给小雨点的土缸里 买了个木房子 今天过来看看这两个小家伙 住的怎么样 看着窝里 这满满一堆土就感觉事情不一般 让我去瞅瞅看 里面黑区区的什么也看不清 打开看看 哎呀我的鼠呢 怎么一直都不在 这他们会去哪里呢 旁边的土都非常松远 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挖不下去的 这他们能去哪呢 实在是离谱啊 于是我们决定把他们家给裁了 就在我们裁家的时候 小雨点凭空出现了 给我们标演了一个大便活属 接着得去把我家小伙子找出来 快看这里 终于找到我们家小伙子了 真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挖过去 找到的洞穴位置也很稳固 先给小伙抓走呗 看看这小园里 长得还是很准的 接下来继续照吧 给这口羹又做了一个配套的底座 节省了不少的空间 而且也更好看了 配件直接上水冲洗 这个板子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仓手们拉的把把 直接冲洗就可以 冲洗完了 在太阳下晒一晒 接着用 本想着 让他单独住着 不让他生二台算了 结果没过多久 居然生了 15天后 给大伙看看小雨点的二台 这次生的不多 只有三只 看小雨点 把崽子看得多好 趁小雨点不在 快点拿出来 给大伙看看 每一只都非常的幼虎 小雨点在旁边 我都不敢细看 看看给他紧张的 马上又把他的崽子们 叼回窝里了 准备把他的窝换一下 现在可以细看了 这是一只直毛虎王妹妹 这是一只直毛小东兄妹妹 这是一只直毛黑雨点妹妹 看看他的后背 眼神随了他爹 让小雨点也回窝吧 小雨点生完二台 也该退休了 好好的 把这三只崽子带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